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在议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万国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一个 这个立真 这两个字 炭略前道变化 各正性命 饱和大和 乃立正 首出事物万国闲灵 他说前道变化 各正性命 饱和大和 乃立正 首出事物万国闲灵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简单的用白话环来说 大一说前挂的眼里 前挂的眼里是引发变化 引发变化 让万事万路各自依照自己的本性好好的安顿自己 万事万路都能够保持着聚合并处在最和谐的状况 就能够达到合一正固的境界 因为前挂是所挂的 所以能够创生出万事万路 所以他说前道变化 前道的目的是引发出变化 各正性命 让万事万路各自按照自己的本性 安顿自己的定位 以及自己的命运 万路俱合 并且处于最和谐的状态 就所谓和和大和 乃立正 这种达到合一 而且真正的境界 所出书 万国行灵 也就是说 勤挂为首 放生出的万事万路 可以让普世都能够得到安理 所以前道变化 各正性命 饱和 胎税 折立正 这来讲 自然界的一个变化 宇宙的变化 前道的变化 前道就是天道 天道的变化 就是自然的规律 所谓达于上者为之前 凡上达者莫若契 天为机器 故天为前 所以异传里头所提到的自然规律 还有社会规律 它其实没有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复杂 它其实非常朴素的概念 所以有时候疫经所讲的一个规律 其实都非常浅显 而且非常粗浅 疫经所讲的变化 它说了 前道变化 疫经所讲的前道变化 就是讲事实 春夏秋冬 作业 作业 风云 雷雨 霜雪 殷勤 寒暖 所以总统变化 就是说疫经所讲的这种前道变化 各正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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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各正性命 各正性命 这几个字 它主要是简释力 各正性命 主要是简释力 这个正当作动词使用 这个正是华言 也就是正 所以正的意思 有一点点命令的意味 就是它有一定的强制性 例如说我们常常讲说 要把它证明 正统 正道 正物 正能清廉 这都是正的意思 这个正的意思有某种强制性 所以它说各正性命 各当然是各个 万事万物 各正性命 按照自己的生存竞争法则 按照自己的本性 发挥自己独立自信 代表自主性的创造性 还有独立性 所以这个正是作动词使用 所以各正性命 也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 各自发挥自己的独立性 各正性命 然后性就是属性 命就是说明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性 达到自己的天然 各正性命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万物 还有人 鸟瘦变化都是一样 因为它都是受天道支配 天道变化所支配 必须适应天道运动 某些事物 生命很短 某些事物生命很长 那你就必须按照自己的本性 各正性命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代表人类也好 万物也好 鸟瘦也好 它都受天道的影响 所以要各自前道变化 各自的性命 所以结果呢 它就显然一件 就是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 所以各正性命也就是说 各自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乃力真 在讲力的 各正性命 饱和大和就是真 所以我们可以看 全道变化 各正性命 饱和大和乃力真 乃力真的意思呢 就是说 所以呢 利这个解释呢 这个团传的解释 团传的解释 是各正性命 各正性命 而真是饱和大和 每一个物品 它都有它的定位 都有它的功能 都有它的功能 而且呢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各有它存在的价值 所以要各正性命 它有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事 每一个动物 每一个职务都有它固定的定位 也就是说 当老师的 就是好好的把老师做好 当学生的 好好的把学生做好 当这个宰相的 好好把宰相做好 这是所谓的各正性命 那渔夫好好的做渔夫 农夫好好的做农夫 不要怎样 不要不务正业 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人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能各正性命 不能各正性命 不能各正性命 河是什么 河是成就 大呢 有人说这个字应该读到太 所以大河就是太河的意思 太河的意思呢 太的意思呢 它不是说适时皆春 而是说 春暖夏热秋凉冬寒 适时之气都有它适时之气存在的必要 你不要预悦 不要想说每天都是春天 不要想说每天都是夏天 不要超过自然的规律 如果你不要超过自然规律 那就不会有酷暑 不会有淫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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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自然灾害就会减少很多 如果你不按照规律办事 冬天会变得很冷 夏天会变得很热 春天的植物没办法开发 秋天没办法结果 所以常常会碰到雨灾、旱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能够照天道来行事 就能够保和大和 都能够保持大家和谐的状况 而且可以大和、泰和 泰和 泰和什么意思呢 泰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国泰民安的 泰和其实最有这个意思 国泰民安的意思 所以泰和什么呢 泰和是何之治 那何之治最高点就是泰和 那么就立真 那么什么时候都能够立通了 也就是说只要前道变化 按照前道变化 能够各正心命保和大和 那就自然而然能够立真了 就能够立真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朝的皇宫当中 我们看这个明朝或清朝来讲 他非常喜欢泰和这两个字 保和泰和这几个字 据说康熙皇帝有一枚青石印章 这个青石印章呢 这个青石印章 它是一个瑞硕的方形形 那上面就刻了四个字 叫做保和泰和 保和泰和 那保和泰和是用传书刻的 可惜这一颗印章呢 在八国年金许绝迎面演的时候 被偷走了 这个印章呢 它长宽两公分 通高大概三点三公分 在1860年的时候 八国年金攻入了迎面演之后 掠夺刘世海外 目前这一颗 康熙皇帝最喜欢的印章 上面刻着保和泰和 这四个字的印章呢 现在收藏在化国的巴黎东方博物馆 所以各位海外 如果你有到化国巴黎去 除了到你想去看的地方之外 不要忘记到东方博物馆去 在东方博物馆里面就有这一枚印章 康熙皇帝最喜欢的印章 上面刻了四个字 这是个字叫做饱和泰和 是用钻体词刻出来的 饱和泰和 所以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种 饱和泰和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儒家的思想 代表道家的思想 也是代表诸子百家的思想 这个饱和泰和 也是中国文化强调的修养 所以一个人懂得修炼 特别是很喜欢练气功的人 非常注重养生的人 常常要把这四个字的体会 就是所谓饱和泰和 饱和泰和基本上就是讲 需要你自己的性情 调整你自己的心性 还有生命 它就可以正位 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太超过 比如说读书不要读得太超过 晚上不要太晚睡觉 工作不要工作太超过 你只要太超过 那就会妨害的性 也会妨害的命 当妨害的性 命就很难承受 所以饱和泰和 这四个字 还有一个同意字 叫做持饮保泰 持饮保泰 例如说我们端水杯 这个水杯要刚刚好 在一个平面上 它就不会倒出去 如果多一滴 它就会溢出来 如果少一滴 它就会不足 所以保泰的意思呢 就是说要保持最舒服的状况 所以持饮保泰 例如说我们平常 我们自己认为 身上要有1000块钱花 那我们今天用了100块 明天再把100块補进去 例如说我们每天要放10块钱的铜板 放到这个储蓄小桌 每天都要放10块钱 这个就是所谓的持饮保泰 所以持饮保泰 那有人认为说打坐也好 静坐也好 最重要是持饮保泰 因为持饮保泰 就是把身心都能够平静 没有超过的 没有不足的 所以你保持在这个持饮保泰 完全保持在最完美的境界 像天秤一样 他说社会如此 政治如此 家庭如此 人的身体状况也应该如此 如果能够持饮保泰 如果能够饱和大和 那就能够万国行灵 所以这个保和大和 这四个字非常有意思 根据道教的说法 只要按照这个团词的保和泰和的指导来修 那就性跟命都能够得到证 那性命可以保和泰和 那就能够立正 所以保和泰和是也可以 因为认为它是华夏人族 中国人的一个最高修养的一个价值取向 保当然是保持 保持一致 和就是阴凉相和 阴凉相和 和又分了三个和 第一个叫太和 第二个叫保和 第三个叫和和 第四个叫中和 太和是目标 保和、和和、中和都有手段 所以只要通过保和、和和、中和 那就能够达到太和 所谓意见当中 所谓天地人三财之道 无一不适 无一不适 和这个字 所以天道、地道、人道都要和 和、和万地 才能够修生养 天道之和 我们叫太和 地道之和 叫中和 人道之和 叫做保和 天地之和 叫做和和 所谓保和的意思是 至不外持 天神所至 意思是说 你要保持精神上的专利 保持宇宙 你的身体里面的内在的和谐 才能够福寿安康 也就是你身 你不要呢 太 不要 一下子太过欢乐 不要 不要两极 的意思 所以要保持天地的和气 然后有行为入手 真正做到保和 能够做到保和 就能够做到中和 能够做到中和 那目标呢 就离太和 就不太远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北京的紫禁城当中 在南北的中轴线上 就有三大殿 这三大殿 他就写 太和殿 中和殿 保和殿 他就这三大殿 这三大殿上 都有一块匾 在太和殿上 他们上面的匾 写的 建籍衰尤 意思是说 一个国君 一个国家 上离天道 下顺民意 用中正的法则 来治理国家 就是太和殿上面 写的这个 建籍衰尤 中和殿上面 也有一块匾 这个匾 上面写的 允殖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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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中文里面的画 意思是说 人心唯唯 通心唯唯 道心唯唯 唯心唯唯 允殖瘸 这个允殖瘸 这个也是 顺地告诉大禹的 一个治国方法 他说 人心是非常危险 道心是一万难民 那你只要一心一意 把持着自己的道心 那一切的宜蘭杂症 都能够度过 另外 饱和殿里的一块匾 这个匾上面写的 黄健有吉 意思就是说 由天子来建立 天下建立 中正的天下最高准则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如果我们有到北京去参观呢 可以发现 北京紫禁城的 中左殿上有三座大殿 这三座大殿是明朝的时期修建的 第一座大殿叫太和殿 第二座大殿叫做中和殿 第三座大殿就是宝和殿 这个太和中和还有宝和呢 其实就代表了力真这两个字 也就是宝和太和万国行灵 所以呢 我最后这个数出 最后这个几个字呢 守出数物万国行灵 意思就是说 守出数物 意思就是守是元首 或国家元首 或者是当头的人 他说人应该天死生万物 所以人类备有 备有供生活手续的物质 那么万国皆能够安生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用到 足够用就可以了 每个人都足够用 那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 那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这个守出数万国行灵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一个国家元首 一定要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 一定要体会 平民百姓需要什么 素人嘛 素人之物 所以呢 想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一定要知道一般老百姓怎么过火 你要知道一般老百姓 老百姓需要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能够知道 民间疾苦 能够知道 为民谋福利 能够知道 那就能够国泰民安 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做到国泰民安 那么就天下太平 所以他说万国行灵 万国行灵 所以应该医经的文字呢 非常简劣 医经的文字呢 非常简劣 对 非常简劣 所以常常让人家觉得说 啊 这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如果很持续去研读 呃 然后呢 你会发现这种有非常有很多意思 很多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精准的抓住 医经当中的核心思想 研究医经呢 他就能够事半功倍 我们知道呢 医经当中非常强调 和这个字 和就是所谓的中和太和饱和 那这种和里头就是阴阳调和的意思 阴阳调和的意思 所以阴阳调和的意思呢 就是 他不是阴也不是阳 他是阴也是阳 所以他一阳一阴 不阴不阳 而阴阳调和不是静态的相加 而是动态的相容 所以这种和谐呢 就可以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动态的平衡 所以我们知道 在中国文化当中 动态的平衡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跟后面这几个字呢 这个首出述万国心灵 因为我们认识 这是元亨利争最后的结语 那写万国心灵 这个写人是有政治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写这个 炭词当中 他对人生有一些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 首出事物 万国心灵 也就是他希望做老大的 做君王的 他能够了解民生的疾苦 知道人民要什么 知道人民最痛苦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好好的施政 做到国泰民安 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这样做 那就万国心灵 因为我们周朝我们知道是封疆建凡 所以他的国家是跟现在国家意义不大一样 但是这个万国心灵 其实现在读起来也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有意思 也就国家和国家之间 如果你是想要自己的强大无比 想要自己当老大 那当然就万国不心灵了 那如果你只是要你自己想要的 每个人存在都有他们的价值 不要去欺负别人 然后按着天道做事 按着良心做事 那必然能够呢 所出事物万国心灵 所以我们知道这几个字呢 大灾情灵万物之死 乃统天 云行与失 品物流行 大名忠实 六位时辰 十神六龙于一天 前道变化 各政性命 宝额大额乃立正 所出事物万国心灵 这总共只有五十七个字 有一些独一经的人呢 把这五十七个字呢 把他类似佛教的这个心经 心经还有两百六十几个字 但是这五十七个字是意经的心经 所以如果我们寄见很好的朋友 可以试着想把他背一下 其实他的意思呢 跟这个老子讲的 道十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互因抱养 气冲愈合 他的意思是差不多了 等于是儒家跟道家的一些说法 其实是大同小欲 大同小欲 所以图我们看 这个大灾情灵万物之死乃统天 云行与失 品物流行 大云始终六位时辰 四六龙于一天 前道变化各自新闻 宝河大河难立正 首出寿万国先灵 如果我们觉得这些词太难懂了 我们读一读老子的道德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 二生三三生万物 然后后来有一句话 万物互因而抱养 气冲愈合 大云始终差不多 所以今天我们第三段 历生 宝河大河万国先灵 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